在今年的1月武漢肺炎疫情開始 有一些國人在海外的時候 因為被誤解為來自中國 那也因此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這些待遇 那從那時候開始也有越來越大的聲音說 我們應該凸顯我們台灣護照的那個 我想這是很多我們台灣人 尤其是常常出國人的共同的願望 那在立法院做過相關的決議之後 我們行政部門就積極的展開作業 那今天公布的這個新版 我相信它能夠強化我們的護照的辨識度 那也強化了我們台灣的元素 其實拿到護照 我們其實就很清楚了 我們就是台灣人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在國人出國的時候 這個新版護照能有更好的辨識性 我相信它是有更好的辨識性 也保障國民的便利跟旅行的安全 就請大家各位支持 新版護照的封面保留現行版本的元素和架構 另外護照封面的顏色中華民國的字體也維持不變 在凸顯台灣方面我們放大了護照封面 台灣的這個字樣 並且將台灣和護照字樣緊鄰排列 強調為台灣的護照 強調為台灣的護照 將英文的國名 Republic of China 以環繞國徽的方式來呈現 增添設計感 提升及強化我國護照的辨識度 這次護照改版是在現有的預算額度之內 不增加額外的費用 必定在明年1月發行新版護照 並且依照國際慣例 大約在發行前兩個月通知各國 國人也會關心新版護照發行之後 只要護照還在校期之內 都可以繼續使用 但是如果想要提前換發 新版的護照 不論護照還有多少的校期 都可以向本部的領事事務局 以及各辦事處提出申請來換發 一開頭的那個報告裡面 都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說 在今年的1月武漢肺炎疫情開始 國人逐漸意識到我們台灣 在國際社會上面有可能被誤解為中國 那有一些國人在海外的時候 因為被誤解為來自中國 那也因此受到一些不必要的這些待遇 那我想這些都建築媒體 那從那時候開始也有越來越大的聲音說 我們應該凸顯我們台灣護照的那個台灣的這個能見度 避免國人在國際社會上面混淆 那所以我們做了這次改版的調整 那這個也經過立法院的那個決議 那也經過我們行政院的討論通過 所以是經過這一道程序 那跟去年1月2號習近平的這個談話 倒是沒有關係 大紀元時報遍佈全球 不受財團 政黨影響 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 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欲角於樂 豐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專線 0800-566-688